第六十三届全国中小学科学展览会 在基隆市表演艺术中心举行盛大的开幕典礼 市长谢国良一掌同职位教育部常务次长林滕娇 科教馆馆长共同点亮今年的科展启动台 象征围棋一周的全国科展正式启航 第六十三届全国中小学科学展览会 在基隆表演艺术中心举行盛大开幕 各县市参赛队伍热情对空揭开序幕 欢迎基隆市 广为三十五年再度落脚金融 以海洋永续以及科技创新为主题 设计了五十四个闯关摊位以及四个主题馆 我们是名传国中 希望我们今年可以抱回冠军 希望我们今年可以一起抱回特优 今天非常荣幸看到我们国中国小的科学展 在基隆能够举办现在有全国很多优秀的孩子 包括教育部的次长等等 大家今天都与会 我想今年能够来承办这样子的一个盛会 感觉非常的开心荣幸 也希望基隆能够举办更多这一类 此类的会议 开幕典礼同时举行优良指导教师颁奖 其中八斗国校陈森陆老师 更荣获十年优良指导教师的肯定 陈森陆老师 为期七天的科展 让全国中小学星星在科学舞台上全力挥洒 科学教育活动包含与大师有约座谈 科学博览会 指导教师交流工作风 科学之旅及科展之夜等 欢迎全国热爱科学的大小朋友与亲子 参与这一场大型的科学盛宴 记者蔡小军 基隆报道 陆军六军团基隆弹药分库发生爆炸 造成了九名官兵受伤 其中两人声势严重 面对军民要求弹药库迁移的声浪四起 市长谢国良说 弹药库迁移是蓝绿都有的共识 未来将与国防部协商尽快将弹药库迁走 陆军 基隆降与弹药库发生爆炸 虽然事隔一天 但居民还是心有余悸 我们是在弹药里才不知道啊 对我们自己的费用 没错 安全感也对 担心 当然都会担心啊 如果你是如果引起那种连续爆炸的话 连其他的弹药一起爆炸的话 那危险性就很大了 那不是我们家的问题而已 我们户信这些整体都有问题 爆炸造成九人受伤 就用地检署检察官主动调查 而伤势严重两名军人 已经送往内湖三种救治 面对弹药库潜在危险性 地方要求尽快迁移 因为我据我知道当时谈的时候说 当时我们市众有提供一块地 要给他们弹药库这个营器来使用 不然他们认为说 好像说他们觉得那块地 对他们来讲不太适合 是这样 那我是现在认为说 现在像我们三军 海军131舰队都移到西岸去了 东岸这边都没有那个军舰庭 那应该可以把这个弹药库 迁移到西岸那边比较适合 而这起事件引起了总统蔡英文重视 行政院长陈建仁要求国防部 针对弹药库迁移和地方妥善沟通 金融市长谢国良强调希望在最短时间内 能够订出搬迁日期 大家都以为这个弹药库现在已经没有 这个大量的弹药进驻在那个社区 而那个的确就是人口密集 然后呢居民都在附近生活居住的一个环境 所以那个地方这个弹药库要迁走 已经是蓝绿两党在当地的一个共识 所以我希望在这个共识之下 我们可以跟国防部在一定期间内好好协商 然后希望完成弹药库迁移这样子的一个诉求 这其实是一个已经晚来的一个政策了 那发生这件事情我们都非常的遗憾 也希望这些官兵弟兄能够尽快的早日康复 然后我们也会在我们两党的议员都支持的情况下 我们一定要来请这个国防部 跟我们地方政府来协调 尽速定下日期 希望能够将这个弹药库来做一个迁移 所以我想不论 想不论医居目前现存什么弹药 或是什么样的状态 希望国防部能尽速评估把弹药迁离 那目前的状况可以紧留这个部队来这个聚首就好了 然后我想我们长期来说 我们应该希望要求市政府跟国防部 来共同协商 是不是把营区迁出到适合的地方 因为我们现在那边是住宅区 而且我们中央地方也合作 花了非常多的经费 在建设大历史场景 整个历史跟文化的梳理 我想军跟民本来就是一个可以共同存在的地方 可是我希望在这个军事的设施上面 可以迁离我们的住宅区 让我们的居民有一个安全回家的各个道路 那我们也希望可以把这个脉络整理清楚以后 我们当然全力支持国防 但是也必须维护我们居民的安全 陆军弹药库发生爆炸 引起了市政府和议会高度重视 要求国防部重新评估弹药库的安全性 让民众远离恐惧 记者黄绍明金融报导 杜苏睿台风来势汹汹 市长谢国良晚间前往防灾中心 视察防台准备工作 要求市府各单位做好防台准备 中度台风杜苏睿强度增强 来势汹汹 金融市长谢国良25号晚间 视察灾害应变中心 听取市府相关单位防台准备 在滴洼易积水地区 以及土石流易发生地区 做好加强的各项准备工作 也请各区公所通知里长 以及我们相关的区公所 各个开口契约的企业厂商 做好相关防台准备 协助执行市政府公告划定沿海 就是海岸跟港口等 19处危险管制区域内 民众观浪细水等 危险活动的劝导计划及强制撤离工作 不过到目前为止是还没有劝导的建筑 第三点 动员景情区的远景民防疫警 执行警政系统的灾情查报 随时向本局灾害应变消毒反应 然后我们向应变中心报告 虽然台风暴风圈并没有笼罩北台湾 但市长谢国良要求市政府各单位 要上警发条 做好防台准备 我们上任以来第一次的台风直喷 直喷基隆跟台湾而来 所以我们想我们这次也算非常的慎重 所以我们今天也跟大家讨论了一下 在灾情万一发生雨量增加的时候 可能要因应变的情况 那今天早上气象预报 基隆大概这一趟的台风 大概一共会在300毫米左右 当然雨量也是不小 但是是分布在两三天之间 林里之间有些他们的水沟啊 这个一些下水道啊 我们就希望能够要通畅 那如果有发生这个 激雨的时候 可能就会有一些淹水 我们在这段时间 其实也跟议员去看过了几个地方 那我们也讨论了万一临时在大雨之中 在风雨之中如果有发生雨季的时候 可能的一个紧急处理模式这样子 那当然我们还是希望能够多做一些准备 台风逼近台湾 虽然它的整个路径有所改变 往南移了一些 但是今天我也特别跟瑞茨议员 到我们的一个东岸的一个抽水站 来关心整个抽水站运作的一个情形 那我们最主要也是希望说 市府能够在台风在海上警报发布的这段期间 能够还是注意我们基隆市 积淹水的一个现象 那避免我们这个像杏武路 或者安南桥容易淹水的地方 产生的一个灾害 那所以今天特别来到现场 也感谢公务处实际来做一个操作 杜树瑞台风强度持续增强 有机会发展成为强烈台风 即北北桃晚间八点同步宣布 26日照常上班上课 记者黄绍明基隆报导 为了让幼儿养成正确的口腔保健 及结牙的方法 基隆市牙医师工会 特地在暑假期间 多个单位共同举办 幼儿亲子牙医体验营的活动 让孩子们从小学习正确的 刷牙结牙方式 不再害怕看牙医 活动内容主要由 基隆市牙医师工会等专业牙医师设计 教导家长和孩子们 正确的口腔保健知识 以及结牙技巧 降低取齿率 并且让孩子体验坐上牙医诊疗椅 实际体验各式各样的牙医器械 让原本害怕看牙的小朋友 也想坐上诊疗椅尝试一下 也借此让小朋友 从小学习照护牙齿的重要性 因为他平常是学校会屠佛 然后之前小时候 有去过牙医救诊 对 然后可能就是经验 有点不足会害怕 那今天因为透过这个活动 然后他就认识了很多 就是要好好的刷好牙齿 然后用牙线 然后谢谢就是牙医师工会 然后还有学校的帮忙 然后让我们做家长的 就是更放心的 教他怎么如何保护牙齿 为了让幼儿养成正确的口腔保健 及结牙方法 基隆市牙医师工会 特地在暑假期间 结合基隆市卫生局 基隆市政府教育处 中华国小妇幼 以及经国管理剂健康学院 共同合作 举办幼儿亲子牙医体验营活动 让孩子们从小学习正确的 刷牙结牙方式 也不会再害怕看牙医 他带着小朋友一起来学会 照顾自己牙齿的健康 有刷牙 用牙线 然后学会印牙膜 看牙医师怎么照顾他们 让小朋友不会怕刷牙 不会怕用牙线 然后爸爸妈妈也真的学会 怎么照顾小朋友的牙齿健康 我们其实一起合作 在今年开始 小朋友只要有上幼儿园 都有机会 由幼儿园老师带到诊所去 做实地牙医 牙医诊所的一个牙医体验 这个活动我们今年 至少有30场 明年也会继续办 也是希望透过这样子的一个历程 然后让小朋友能够 从小就养成爱顾牙齿打的习惯 而且不会害怕牙医师 也是健康医师继续继续继续办的 希望各位家长可以来获得 就是正确的口腔会教观念 回去之后可以照顾好 小朋友的口腔健康 基隆市牙医师工会也提醒家长 政府赌助六岁以下幼儿 每半年一次免费的图博 也要定期带小朋友到牙医院做检查 不要等到牙齿痛了才去看牙医 会更容易增加孩子看牙的恐惧 记者吴俊松基隆报导 副议长杨秀玉 申请专业的舞蹈老师 Penny江武 7月份开始 每个礼拜一下午3点到4点 在铁道公园阴凉处跳石下流行的广场舞 欢迎大家一起来参与 在环境优雅的七度铁道公园内 一群热爱跳舞追求健康的美魔女 随着音乐节拍跟着老师编排的舞步 扭腰摆臀舞出健康 由于机动室即将在今年进入超高龄社会 要如何长保健康就非常重要 机动室议会副议长杨秀玉看到这件事情的重要性 因此商请专业舞蹈老师Penny来教舞 那今天会发心就是说成立这个社区广场舞 主要是因为也要谢谢我们的这个Penny老师 她是育养舞蹈的这个Penny老师 她的发心 她也发现到说因为应该现在随着这个高龄化的一个社会来临 那发现到说我们现在的这个社会已经没有什么老人了 发现都是一些自身美魔女 那也希望说大家能够越跳越年轻 那因为这个跳舞可以让我们心情愉悦 因为有这个音乐的一个衬托 那我们就是在跳舞的当下 你会发现到说自己心情变得美美的 那变得很开心 那Penny老师这一次教我们的舞蹈 是针对这个最流行的韩舞 包括这个听说这个全世界各地 包括大陆啊日本啊都非常流行这个韩舞 所以这个韩舞大家跳起来都非常的开心 非常的快乐 也发现大家都变得很年轻 所以秀玉在这边就是鼓励我们基隆的乡亲 包括我们七祖乡亲 其实可以走入社区 跳跳舞听听音乐 你会发现你的心情变美美的 而且你会变得更年轻 杨秀玉表示从七月份开始 每个礼拜一下午三点到四点之间 安排专业舞蹈老师Penny到铁道公园教跳舞 不分男女老少 欢迎大家一起来跳舞维持身心健康 我会就是准备韩风的舞蹈 然后就是融合所有的大大小小的年龄 不管男女老少 老少型都是可以参加的 然后我每个礼拜我都会准备一首 就是韩风的舞蹈歌曲 然后会用短短的把动作简单化 然后交给大家 为了就是让大家跳的身体健康 又变美丽又可以变瘦 就是这样子 在副议长杨秀玉休旧跳舞下 目前已经大约有20位美魔女 跟随Penny老师的舞步 每周一下午时间一到 就会到铁道公园阴阳处跳广场舞 充分达成运动流汗健身的效果 再一次吃个 一二三四 记者吴俊松基隆报导 表现出爱有千种表达方式 在基隆大大小小的故事里 是否让您感受到基隆是个 处处有温情的城市呢 美丽基隆影片征选及摄影比赛活动 在今年已经迈入第六届 分为影片征选摄影比赛 总奖金高达29万元 现在就拿起你手边的相机或手机 发挥创意 透过镜头 记录属于基隆的友爱城市 充满爱 触动人心的故事吧 详情请下活动官网 明国97年才开始启用的 慈云寺大碑殿中 供奉了由中国名师 许席于精心雕刻的 千手千眼观音菩萨 千手千眼观音菩萨 为尊四面佛祖 雕工极为精细 信众参拜完大雄宝殿后 不妨进到大碑殿 一窥四面千手观音菩萨的 独特样貌 你的条件很符合公司的需求哦 下个月可以来上班吗 老板 你刊登的直缺写薪资免疫 请问是多少钱呢 薪水是 等等 公主开的薪资不到四万元 依法应公开薪资范围 只写免疫 愿意公司规定都是违法的哦 还有还有 重职罚片 请注意 三要七步 要陪同 要确认 要存疑 不缴钱 不购买 不办卡 不签约 证件不离身 不饮用 不非法工作哦 基隆市政府关心您 想知道基隆市政府各单位 正在推动哪些重要政策 大型活动 或是社会福利措施吗 关心市政策会来节目 特别邀请了产官学界 来讨论各项政策最新发展 也欢迎民众表达意见 让市民可以快速掌握基隆脉动 欢迎锁地 每周三晚上九点 基隆第四频道 关心市政 走回来 欢迎回到中佳新闻现场 在国门广场举办大型街舞比赛 参赛者分别从全国各地齐聚基隆 争夺着全台湾PT5届最高殿堂的赛事荣誉 画面上是基隆首次举办的大型街舞比赛 吸引许多民众来到国门广场观赛 为选手加油 赛事分为四对四Breaking Battle 一对一Open Style 斗舞等分组赛程 冠军队伍及种子选手将代表台湾 明年三月份到越南县港 与世界各国的选手较劲 尤其我们市长牵起两队的手 OK 在市长的左手边 PLKZ Forever 在右手边为Reformers 现场的观众跟我一起倒数 3 2 1 市长请举手恭喜 今年非常荣幸能够在基隆举办 感谢选手们这么热情的参与 这么多的选手一起过来 是我们基隆的光荣 今年有300多个选手共同参与 一共会选出两个 一个是单人组的 一个是四人组的 获胜以后会到越南县港 去做世界杯的这个竞赛 代表台湾为国争光 所以今天这个比赛非常的开心 在有一个中华民国P5协会 那其实从成立到现在 我都有一手的参与 对那其实这次来基隆 那也认识很多这个基隆街舞圈的朋友 那他们就希望说 有一个这样的国际赛事 在基隆 让基隆的这些街舞 跳街舞的朋友 能见度可以被人家看到 对那其实 这个活动的第一名 就将会送到越南的县港 去参加国际的比赛 这场大型街舞比赛 是由市政府产业发展处 中华民国P5协会 及财团法人青年发展基金会 共同主办 在产发处长林鼎超的奔走下 争取到多家知名企业赞助 超过百万元的经费 共襄胜举 让基隆市民有机会 观赏这场大型的街舞赛事 也推动基隆的街舞运动 因为基隆是一个 常常下雨的地方 那其实街舞的小朋友 他们其实只要有一个 室内的场地 他们就可以发挥他们自己的武器 对那其实真的是满适合 在基隆做一些推广 然后这次我们参加 活动报名的这个街舞 从北到南 总共350位的dancer 然后到这个基隆来 对那像刚刚我刚刚在现场 有来自中立的 有来自桃园 新竹台中 甚至还有高雄的dancer 就一起来这边 一起battle 对 透过这场大型街舞赛事 不但让台湾街舞选手 有机会到国际上发光发热 也让基隆在街舞运动的舞台中 占有一席之地 记者黄日生 陈淑平 基隆报导 基隆筹进海湾节 今年迈入第六年 结合亲子美食和流行音乐等元素 吸引了许多亲子家庭 跟年轻族群热情参与 你喜欢我 把喜欢我的梦头疼 你喜欢我 把我落至上的伤感 人气创作歌手 魏佳寅现身潮进海湾节 台下粉丝好热情 参加民众席地而坐听音乐 小丑挥舞着各种形状的泡泡 肚子饿了 还有基隆在地的山海市集各台美食 结合亲子美食和流行音乐等元素的 基隆潮进海湾节潮音乐活动 今年在潮进公园盛大举行 吸引许多亲子家庭与年轻族群 一起来体验基隆的山海美景 我们来玩水路过的 然后就往路上看到的 一方面可以亲近海洋 享受大自然的风景 然后顺便带全家 小朋友来这边参与活动 那现场有很多好玩又有趣的活动 迈入第六年的潮进海湾节 一年比一年精彩 包括市长 议长 议员等多位贵宾 都来体验潮进的海洋风情与民众同乐 那今天看起来人也蛮不错的 感觉大家玩得很开心 这就是我们基隆的一个特色 那我希望我们有海景以外 尽量填更多的亲子跟娱乐的活动 进入这些很漂亮的一些风景 跟这些场域上面 所以这个是刚开始 未来希望能够在像朝鲸 和平岛等等办更多更有意义的活动 那我们市政府产发出也非常用心 然后找了特别找了四十间的厂商 来让我们的这个游客有吃有玩 然后有歌可以听 然后看到我们这个绝景 就是我们朝鲸公园可以说是我们全台湾 数一数二的漂亮的一个美景 那我想我们市政府如果用心来举办 我们市议会一定全力来支持 让我们的市政府可以有更多的经费 让我们有更好的一个环境 那展现在我们国内外的旅客 让大家都可以知道基隆的好跟基隆的美 其实这个活动从2018年就开始了嘛 那其实选在这个朝鲸公园这边附近 就是可以配合这些海洋的这个美景 那我觉得其实基隆大概 我觉得我们最引以为傲的 大概就是海洋这样的景色 然后其实因为疫情也结束了 那这是疫情结束后的第一场的朝鲸海湾节 其实我觉得基隆是一个很美的地方 如果还没有来过基隆朋友 非常欢迎夏天就是基隆最美的时刻 来参加这个海湾节 你看吹着这个徐峰 然后又听着音乐 然后还有好多好吃好玩的 我觉得好幸福的一个夏天跟假期 我们的朝鲸海湾节 一年比一年盛大 人潮一年比一年多 以我不仅是一个指导单位 甚至是一个基隆市民 我真的是觉得予有荣烟 那我们朝鲸海湾节 不只有音乐 有美食 有海洋生态 有海洋文化 更有各类的随意的体验活动 在这边我还是特别跟市长 还有市府团队跟各位阵线 那我刚刚也有跟林处长说 我们明年如果可以 我们再扩大举办 甚至可以 还有透过海湾 那个盛宴啊 或者是这个摄影展等等 这些我们都可以把基隆 非常漂亮的一个 这个区块 能够透过不同的活动形态 展现在全国国民的面前 透过这个特别的活动 让朝鲸公园增添更多迷人风味 让游客沉浸其中 体验基隆特色的魅力夏天 记者黄志生 陈淑萍 基隆报导 为了要促进运动风气 市议员何淑萍与新义区里长联谊会 妇女会等单位 共同举办新义友爱三对三篮球赛 8月5后将在深美国小开打 小选手林丁宇表演运球 可别看他小小年纪 对于篮球运动相当热爱 为了推广暑期运动风气 基隆市议员何淑萍 西手妇女会 新义区公所和新义区里长联谊会 共同举办 新义友爱三对三篮球赛 邀请市长谢国良出席宣导记者会 鼓励大家组队报名 在这个过程中 孩子们家长们都能够开开心 有一个共同的互动 那我们现在大家都知道 我们现在新义儿童乐园 是我们亲子家长的 这个重点的一个玩乐的区域 很多外县市的家长甚至都过来 那其实我们基隆也是欢迎 因为我们基隆是打造一个 有爱的一个环境 所以即便是外县市的父母跟孩子来玩 我们其实也都欢迎 那感谢我们何淑萍议员 对于这个活动大力的支持 已经有12组 还有国小组12组都已经报名完成 然后还有亲子组的投篮赛 也有33组报名完了 那我们现在奖品非常丰富 有时尚背包还有蓝牙喇叭 还有现在小朋友所喜欢的东西 通通有奖品非常丰富 也开放现场报名 那也欢迎市民朋友一起到现场来 为加油之余 也可以自己来参与比赛 宣传记者会上 里长李王环 王伯丽 钟婉玲 及林瑞腾父子都一同出席 而比赛当天将邀请前台皮总教练 傅明仁 玉龙教练李启一等人 率领多位出身基隆的球星 在现场大秀球技 一些家长只注重我们的学业 根本没有注重小朋友的运动 所以刚好在暑期期间 然后我们的何淑品玉座 有办这个篮球这个亲子 以及我们国中国小的这个篮球比赛 然后我觉得这个是一个 很好的一个学习活动 提倡运动 刚好暑假了 让小孩亲子有一些 多互动的一个机会 那因为各县市也 在暑假也都会办一些篮球的 活动 那艺座这边也 非常希望把这个风气带来肌肉 那所以我们现在就找了一个 有风雨操场的森美国小 去办举办这个活动 第一因为夏天真的蛮热的 所以我们这个 何淑真的设想周到 就借用了森美国小 这个风雨操场来使用 篮球运动本身等于是 整个身体全身性协调性 跟平衡协调各方面都很有 训练到的一个运动 所以篮球来讲 对我来讲我现在 他去还是在打 所以这个篮球运动非常棒 为了鼓励青少年的运动风气 然后父亲姐也即将到来 那想透过这个篮球的运动 增进亲子的关系 那这整个活动有个亮点 就是我们前台比总教练 傅明仁先生 以及玉龙的李启义先生 将带领多名的基隆出身的球星 到现场来帮我们 进行表演赛 以及秀球技 心意有爱 三队三篮球赛 8月5号将在三美国小举办 期待透过运动赛事 提倡运动健身的好处 记者黄绍铭金融报道 以上就今天的中家新闻 也欢迎您到中家新闻的脸书 及YouTube按赞 就能及时获得最新的在地新闻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我是蔡小军 祝您一切平安 我们再会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想知道基隆市政府各单位 正在推动哪些重要政策 大型活动或是社会福利措施吗 关心市政次回来节目 特别邀请了产官学界 来讨论各项政策最近发展 也欢迎民众表达意见 让市民可以快速掌握基隆脉动 欢迎锁定美洲山晚上9点 即用第四频道 关心市政次回来